OK 他刚想出去看看 他刚想出去看看 就听见门外好像有人说话有人笑 他刚站起来就看见门自己开了 他就站着也没动 一会儿门又自己关上了 就像有人进来出去一样 开始他想 是自己看错了吧 再好好看看 他一直看着门 时间不长 他看见门又自己开了 然后又自己关上了 还听到有人说话 门就这样自己啊 开了一会儿又关上 关了一会儿又开开 有好几次 他前后左右看了看 旁边一个人也没有 只有他自己 他对着门大叫 有人吗 但是但是没有人说话 也没有人进来 他慢慢走到门前 看到门 看到门外 看看门外面 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开始紧张起来 怕结了 就很快的离开这个房子 从那以后 这些没有人住的房子 门常常自己开了 然后又自己关上 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有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啊 全家人都很紧张 每天天刚一黑 家里人就早早把门关上 再也不再不出去了 白天大家见面 也常常说这件事 这样一家人啊 很难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所以他们就搬到一个别的地方去了 只让一个看门的老人 住在这里 看着这些房子 虽然没人住了 但是这些房子的门 还是常常自己开了 又自己关上 还常常能听到 有人在房间里说笑唱歌 有的时候还能听到音乐 耿家弟弟 有一个男孩子 名字叫耿屈病 是个快乐的人 从小就什么都不怕 还喜欢很新鲜 很有意思的事 哪好玩 哪里有什么好玩的事 他都想听 都想看 他常常帮助别人 所以朋友很多 有了问题 也有很多朋友来帮助他 有一个叫莫三郎的人 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耿屈病 听说这件事以后 很有兴趣 就跑到耿家的 那个老房子那里 跟看门的老人家说 老人家 跟那个看房子的人 就说 老人家 如果 来 躺在门门层上 老人家 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 你一定要快点告诉我 有一天晚上 差不多十二点钟的时候 老人看见一个房子的楼上 一会儿有亮光 一会儿又没有了 再过一会儿又有亮光 他马上跑过去告诉 耿屈病 快点快点 今天晚上那边可能有事 这时候耿屈病 已经睡觉了 听了老人的话 他马上起床 连衣服都没有穿好 就往外跑 他想马上过去看看 可是老人呢 又说 你别去了 大概 那儿大概没有什么好事 耿屈病 对老人笑了笑 就一个人说了 就一个人去了 那时候天很黑 但是耿屈病 还是怕别人看见自己 就没有一直往前走 他走到房 他从房子的后边走 走一会儿停一下 一点一点的 往那个楼走过去 过了一会儿 他走到那个楼的前面 慢慢地开门 慢慢地进去 楼下很黑 没有人 他站了一会儿 注意听了听 楼上好像有人说话 他又高兴又紧张 慢慢地走上楼 开始没觉得 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但是快要到楼上的时候 他看见有亮光 还能听清楚 还能很清楚地听见 楼上的人在说话 房子里住的是什么人 耿屈病来到楼上 楼上是个大客厅 灯光照的客厅像白天一样 客厅里有一张大桌子 桌子北边 坐着一个不到五十岁的老先生 从他穿的衣服 看上去像一个喜欢看书的人 桌子的南边 对着他坐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老先生左边一个女孩 右边坐着一个男孩 一共四个人 女孩子大概十五六岁 长得很漂亮 男孩子不到二十岁 长得很高 他们都穿着很好看的衣服 他们的桌子上放着酒 茶 水果 还有好多菜和饭 耿屈病知道 他们在吃晚饭 耿屈病走过去笑着说 你们好 对不起 你们没有请我 我自己来了 听了他的话 除了老先生以外 别的人都走了 老先生坐在那里没有动 他很不高兴地问 你是什么人 怎么进到我们家里来了 耿屈病也不太客气地说 这是我们耿家的房子 你们怎么住到这里来了 还在这又吃又喝的 也不请我们 真是太不应该了 听他这么一说 老先生有些紧张 忙站起来问 请问您是谁 贵姓 我是耿屈病 是耿家弟弟的孩子 老先生笑了起来说 啊 早就知道 你们耿家是远近有名的人家 真有机会和你见面 说完请他过来一起喝酒 还让人去厨房拿碗 再多拿一些酒水饭菜来 耿屈病坐下 坐下来说 妈妈 我们可能要去 好的 先吃饭吧 我先坐 好 你去看门哥哥在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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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我们拿碗拿块子吃饭了 嗯 你帮我拿一下鹿的是没有 嗯 拿一下 把这个碗拿出来 碗 嘛 我做那个那个 那知道这个吗 我 누가付这个 你这个吗 哦 嗯 我摸吧 这 嗯 Never 我看ugo 谢谢大家